大家好,我是修車阿中 今天我所要研究的是溫插發電 我現在來測試一下它的溫度 差別是多大 我是用這個紅外線測溫器 我先測低溫 這個有一個紅點 16度 這個呢,也16度 這個呢,也16度 這三杯水有16度 阿我們測熱水 這是我剛剛測的那個 從熱水 我測一下看幾度 80度 好,現在我這個熱水要把它加到這個 杯子裡面 好,我們現在就來測 有沒有電 這很奇怪耶 這個是 LED燈 這邊,這邊喔 這邊是戶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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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好像真的是正籍 欸,真的有電捏 這邊 這邊是戶籍 看看 喔 水 這邊弄倒了 這邊弄倒了 真的有電喔 這個電流 這個電流還算 也不是很大 但是 也算可以了 這個電流 大約在50mAh 啊 這每一個 一杯都差不多一幅 這串起來也是要三幅 啊 電流 要50mAh 所以它這個 LED亮起來還算不錯 啊 你來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裡面是什麼東西 非常簡單 你看 這杯是我們那個 鋼杯啊 做 當兵用的那個鋼杯 這個是裡面熱水 很 這個熱水 啊 這是報紙 啊 這個電極片 這是電極片 用鐵片也可以啦 啊 這個把它串起來 啊 啊 這是一個報紙 啊 正極是用 碳棒 這是碳棒 好 碳棒就放在那個 水的 冰水的上面 然後用這個報紙它 蓋起來 這一定會是 啊 這個把它放在上面 啊 啊 這個再把它 啊 熱水把它 這個是熱水喔 就把它壓在上面 這樣就有電子 這樣就有電子 我們把它切開